应顺导师人间佛教思想的创意 对当代台湾佛教产生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应顺导师熟名张璐晴 生于清光旭32年 2005年6月4日原籍 享受101岁 他的学问与思想 为当代未来的台湾佛教 华人佛教 甚至未来世界佛教的发展 揭设了人间佛教思想的指导原则 因为导师的思想 他最大的特色就是他是全体的 他从佛法的源头 印度佛教思想这边开头 而不是从我们汉传的 或者是说南传或者是藏传 那从源头溯源 然后看到他全体的佛法 然后怎么样流传到世界各地 那当然佛法最早是在印度恒河流域 那就有这样的一个溯源 然后看到最早期的一个思想 那当然这个过程 印度导师非常细心的 很有方法的 就去爬出很多的山葬资料 那从最早的阿涵思想 然后接下来随着 时代的一个演进 到布派佛教 到初期大圣 后期大圣 乃至到后期的秘密大圣佛教 他很客观的 只要是历史上出现的 存在的佛法 都加以一一的整理跟介绍 那这里面呢 当然也有他的一个用意 他希望藉由 历清纯正的佛法 帮助时代人心 找到生命的一个方向 印顺导师 人间佛教思想的倡议 对当代台湾佛教的影响力 末如伦比 带领佛弟子改变消极 引顿的气息 从而踏入社会 建立清新开朗的风格 与积极行善的特质 法界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